年关将近民进党立委刘兆豪率党不同人前往县内文件站 慰问长者贺新春 刘兆豪表示中央106年推动前瞻基础建设 由原民会拟定城乡建设原民部落营造计划 截至110年已经编列11.98亿元 营造文件站友善空间强化部落长照服务 平日里严肃问证的立委刘兆豪来到部落文件站 一拿起麦克风就现场拿首歌曲《小威》 至于歌声如何看台下部落长辈挥手摆动的反应 应该是媲美大个心 年关将近民进党立委刘兆豪率领台东县党不同人 到访喜马兰、爱西卢艾、南荣、石山等文件站 慰问部落其老一同贺新春 凯克文件站内空间环境舒适长者乐活 可见中央前瞻基础建设政策落实到位 原本在2016年以前 我们的金费超过全国的金费超过9000多万 那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 还有我们一将主委 非常的重视这件事情 所以就逐年的增加 目前为止有11亿元 全国有11亿元 包括我们的一些设备 或者是文造部员的待遇 等等都有所提升 中央106年推动前瞻基础建设 特别由原民会拟定城墙建设 原民部落营造计划 其中包含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综合服务据点 友善空间整建 合计编列18.36亿元 截至110年已编列11.98亿元 改善部落文件站友善服务空间 强化部落长照服务 培育长照人才 减轻家庭负担 天下大会台东市报道 本Non autistic��达 零负负负负 零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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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